今天1月20日,星期二 今天因為收工後,要去港交所屯敗 所以扎正一點,扎回衣服見頭,打回軚 看看股市,有少少反覆 但是以收市指數計 暫時恆指仍然穩守在三組平均移動線之上 包括十二十和五十天線 即是說,整個技術上的形態仍然暫時處於反彈的勢頭之中 只不過動力方面有少少不相配 待會再做分析,先看看昨日的指數 昨日早市先行低下5點,去到16,334點 這也是日中的高位 之後輾轉反覆,一度回到16,137點 相對上星期五收市來說,這一分鐘是跌了202點 但是始終一定是有維穩的,買本在維持秩序 結果指數最後收了16,155點 仍然是跌到184點,成交更換820億 以指數收了16,155點計數 剛剛好就記在一條五十天線 16,141至上 下面還有10天線,15921 和20天線,15786點 很簡單說 只要指數一直穩守在三種平均移動線之上 單單是看移動線,如果再向上網 是必定是一條100天線,16813點 這是移動線方面的佈局看法 再看看整個月份 股市很快報入2月份的下旬 但是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這個月雖然仍然是一個先低後高型態 但是指數暫時來說 仍然是由5號的低位15,366點 升到7號的高位16,408點 很簡單說 三個交易天之內,指數升了1072點 說升幅在一個淡靜的釋放當中 不算特別少 但問題是一個月高低位 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天之內 換句話來說 只要先低後高型態不變 行指很大機會 仍然會進一步向上找高位 當然不知道 我也講了很多次 由1月22日的低位14,794點 反彈是屬於一個中期跌後的技術上的反彈 不是以往一般的彈散 升兩天就再跌回頭 不是那一隻 所以一定有一個週期 週期如果少的話 怎樣都有三到四個星期 甚至四到六個星期 因為跌到五十二個星期 所以升回三到四 四到六個星期是很正常 股份當中比較硬正 穩中求勝的 始終都是傳統的藍籌 包括941的中兒童 883的石油 匯控 可以拉多隻 857再下去都可以 但龍頭一定是941和883 至於其他股份 行指成分估計 有騰訊 有巴巴 有美聯 這些都可以略為做好一點 但上升的波幅到底有多大呢 這就真的很難說 因為事實上來說 在現在銀行存款 接近有12利息的情況下 你買股份 你都要看一些基本面 他的現金流穩定 現步前景是穩定 排息至少都有六里七里 那裡 如果中移動 883這些都是有的 匯豐都是比較接近 所以理論上真的 如果穩穩健的部署 首選都是三隻 不過來到現在這個價值 再續部署 就無謂急無謂用了 因為始終在高台上面 和我去年推介的時間 是兩件事 去年推介的時間 還有憧憬30%到50%的上升空間 但來到這些價錢 我真的很難跟大家說 會有另外的30%到50%的上升空間 只不過就是高台 始終來講 由於他們的基本面是比較強 所以首飾一直都是穩住大市 如果你買少少巴巴 美團 薄下反彈 報商港 最緊要做少少風險管理 仍然維持我那句 股市只不過是紅市三期的反彈 不是牛市的開市 所以任何入市 一定要做風險管理 好了 早市分析就說到這裡